继续抓螃蟹吧 螃蟹配鱼心草 对 可以吗 就没了 没事 我还有鸭脖 这个太经典了 我觉得我第一次在山里面吃鸭脖 一定别有一番风味 把鱼心草摘过来就可以了 对 然后我在这稍微看能不能抓到螃蟹之类的 好 然后顺便把这个火点着 先升起来 好嘞 好 这里发现一只鸭脖 OK 这只尺寸还不错 你看 这是小一点 好大的烟 谢谢你们的付出 感谢你们的付出 吃点草吧 好 烤着吃好吃吗 我真没吃过烤的鱼心草 我来试试 我觉得比鸭脖好差 哎 腥味淡冷 嗯 很奇妙 是吧 然后就剩下它那个很棒的口感和那个酸酸的那个味 对 你们能不能体会到在这种地方 就着鱼心草 看见一盘压缩骨时候的感觉 然后面前还有竹香螃蟹 这种螃蟹都干净到 你看 好鲜啊 就根本就不需要去处理它 直接 直接吃啊 我这个也可以买 嗯 直接把外面的隔包带点就好了 嗯 好吃 挺好的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顿 虽然说可能不够 不会 不会太管饱 但实际上它还是有 有不错的 营养价值的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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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